HELLO 大家好我是Tommy 今天我是喝完的時間 還是老家好 我原本是沒有要買的 那但是因為經過一些原因呢 我就決定買它了 那首先看到它這個是一個懷舊的主題喔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它的側邊 這個就是我想買的原因 它這次有這個小神毯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不是光是印表機喔 它是還有別的功能 等一下再告訴你們 然後還有這個萬用鍋 也是REMAT沒出現過的主題 所以我就很想買 然後再翻過來這邊有全部的東西 那這邊可以看到它就是有特點 那我們就來打開一下 看它背景板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 直接就來這邊開箱了 哇空中開箱 它這個打開裡面有一個 這個是地板的部分 是一個榻榻米 然後另外一邊是牆壁 像這個樣子的 好 那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就直接來進入開箱 然後這一次還有一個東西是 大家覺得很想要看比例的 好這個椅子 然後還有這邊有一個 兩樣血壓的 那我們等一下會直接在開箱的時候 就用人偶示範比例 你們就不用等到最後面 這樣比較不會浪費時間 那我們就進入開箱吧 GO 這次的貼紙非常少 分別是一號的相簿 三號的鐵罐跟啤酒瓶 五號是萬用鍋跟醋 那七號是露帶跟藥膏 第一盒這個時候經常跟奶奶一起出門了 打開 我們就可以得到月曆 然後這個是桌墊 好 折價券在這裡 那這月曆的正面是一隻貓咪 蠻可愛的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它是 信用金庫 就是銀行送的月曆 首先看到的是一本相簿 它在外觀呈現的樣子 非常的懷舊 打開裡面都是小時候的照片 非常的復古 然後也很懷念這種感覺 那整本相簿是這樣一節一節的樣子 裡面的地瓜乾看起來 非常金黃可口 那外表是一個透明的 簡易包裝 塑膠袋的感覺 還蠻不錯的 一些鄉下的雜貨店 都賣這種東西 可以看得出來 兩邊質感有點不太一樣 像右邊這一個的話 它的這個搖燒的感覺 陶瓷的感覺就蠻明顯的 那這邊應該也是搖燒 只是它亮面的地方比較少 那裡面都是裝了茶 左邊這個是綠茶 然後右邊這個可能是 紅茶 最後我們來看 這是大家喜歡的椅子 藤椅的樣子是有做出來 在質感方面我覺得沒啥問題 雖然後面看起來稍微塑膠 可是它的塗裝 我覺得是蠻OK的 雖然這邊不知道有什麼瑕疵 對 那在坐墊的地方 可以看得出來它有呈現出這種比較 軟軟坐墊的感覺 它上面的紋路也是蠻復古的 那底下的結構是這樣 這邊是可以轉的 所以整個椅子是可以 360度這樣旋轉 那我拿拉拉雄款的軟坐 來做一個示範 好 感覺就是這樣子 原子坐上去的感覺 也是這樣子 從背面看是這樣子 其實是還OK 五郎坐起來的樣子 那這個是翠絲的樣子 如果你有蝴蝶應該也會是這個樣子的感覺 第二盒 想看的節目太多啦 那打開 我們就可以看到 雜誌的內頁 它是紅白歌唱大賽節目的介紹 然後這邊是電視機的畫面 一共有兩種 貓的報恩 紅白歌唱大賽節目 那這個就是雜誌的封面 過年他們都會吃這個蕎麥麵 然後炸蝦上還有一些配菜 那這筷子本身也是可以拿起來的 蕎麥麵是這樣子 那可以看到它底下還真的有麵條 蠻可愛的 然後在這個碗的話 我覺得是蠻細緻的 因為在碗的邊緣 這邊它有做這些 一條一條紋路有做出來 這次電視機的品質我覺得有好一點 因為它裡面組裝的卡榫變大了 比較不會說像以前一樣比較鬆散 那它外面的外觀是這樣子 後面有很多端子 然後散熱孔都有做出來 底下是這樣子 叫一個簡單大方的感覺 但是這次組裝我還是遇到一個瑕疵 這邊不知道為什麼都會這樣卡卡的 我覺得它的卡榫有變大 所以其實它是變比較密的 有沒有是這樣子 那我們還有一個電視機的遙控器 這個就很普通啦 REMAT的遙控器一向都是長這個樣子 就一個很簡單的塑膠外形 最後是我覺得還不錯的錄放影機 可以看到這邊的LOGO 感覺是要寫Panasonic的感覺 以表板算是貼紙來呈現 但也算蠻精緻的 雖然它的外觀沒有到CanEleven來的那麼好 但是它這次也算有誠意 因為在第七盒我們會得到一卷錄影帶 那我們就可以放進去 這樣看錄影帶的感覺 那如果你不喜歡看錄影帶 其實這邊的光碟其實是可以打開的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我們在魚乾女的布屋 有一卷你的名字的DVD 這個DVD就可以放進去 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DVD了 所以你可以看錄影帶也可以看DVD 算是一個蠻不錯的機器喔 第三盒喝太多媽媽會生氣的呦 打開就有一張超級豐富的報紙 然後在這邊就可以看到報紙的另外一面 那這個是藥帶 還有雜誌剪下來的甜字遊戲 首先我們有一副很精緻的老花眼鏡 但這個老花眼鏡很可惜 它是不能打開的 只能靜看不能洩萬煙 不然它這個比例感覺好像還OK喔 大概是這樣子 再來是一罐生啤酒 那它的貼紙其實做得非常的精緻 然後這個上面是有玄機的 它這個是被打開的生啤酒耶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啤酒杯 啤酒杯上面是這樣子 蠻普通的啤酒杯喔 然後泡沫冒出來這樣子 卡哩卡哩 這個超好吃的 我現在也很愛吃 小時候吃到大 然後它的包裝紙這樣子 然後裡面是一整塊的 那這個鐵罐是沒有蓋子的 感覺就是用剩下來的 然後就可以當儲藏罐這樣子 一個普通的鐵罐也是金色的 再來是一個肩膀痠洞可以按摩的藥 那記得這個上面它是有一個軟的地方 顏色比較淺的地方會有這個藥滲出來液體的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子 你看超可愛的這種感覺 可以給這個人偶按摩一下 威勞一下他們這一年的這個辛苦的付出 再來是大家很期待的斜壓劑 那本身就是仿歐姆龍的樣子 一個經典的倒三角形的感覺 那它有附一個可以檢查的東西 綁在手腕上的 雖然很細 但是它字跟圖都印得非常清晰 那這裡是很軟的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你看這麼軟 所以你可以輕易的套在 枕頭上面 嘿嘿 給它做檢查 泡起來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這個是非常值得入手的斜壓劑 第四盒馬上就把煤油加進去 再等等唷 感覺就是怕貓冷到 那打開我們就有回藍版的 這個是裡面 那這個我們翻過來看 回藍版就是日本鄰居會傳遞訊息用的一個文件夾 那這邊是小閱歷 這個是相框的意思 這個整個是相框 中間正方形可以放照片 或者是像它放這種東西也可以 第四盒我們有一隻超漂亮的貓 然後它的眼神你看已經很漂亮 我覺得真的是不錯 這隻貓已經是我覺得 RAMENT的品質算有進步的 而且它表面的這些毛髮的紋路 其實也有呈現出來 算是非常不錯的 接下來是我覺得做的非常好看暖爐 它這上面儀表板的地方 你看它的按鈕是凸出來的有沒有 我覺得超細緻的 然後它的品質 除了這邊有一點辣柴 但其他地方 它的結構我覺得 它外觀做得很好 那這邊是應該是會排出一些暖氣的地方 底部是這樣子 那在這上面有一個洞可以打開 然後這個可以提起來 我用倒的比較快 那這邊這個提把是可以活動的 然後它應該就在裡面裝汽油 那這個可以打開 這樣子有一個洞可以給它裝汽油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裝試試看 上面有寫火器眼鏡 這是一個塑膠的質感 塑膠汽油桶的感覺 那兩邊的這個蓋子都可以打開 這裡也可以打開 可以看到這上面的細節 你看這上面是有一節一節的感覺 它不是只做一根透明管而已 那在這個紅色的地方是軟的 可以這樣壓壓壓 好我們來示範一下 怎麼樣抽汽油 首先這兩個洞打開以後 可以看到一個洞比較低 一個洞比較高 這邊是大洞 這個小洞 小洞是給油氣產生的時候跑出來用的 所以我們把油管插在這個大洞裡面 然後把它插進去 然後就用這個紅色的軟管的地方 就這樣按按按按按按 氣油就會抽抽抽抽抽抽起來 然後就跑到這個裡面 這個時候再把這個蓋起來 然後把這個放進去暖爐裡面 然後按下按鈕 這樣子貓咪就可以取暖囉 有一種餓叫做媽媽覺得你餓 所以第五盒 媽媽我吃不完那麼多啦 然後打開這個是DM 然後這個是便條紙 我們翻過來看 這個是DM的正面 然後這是銀行送的便條紙的正面 那這個是一個面紙盒 可以剪下來把它折一折變面紙盒來使用 在這邊可以看到 紙針是會移動的 非常的酷 算是蠻細緻的細節 然後它是有鍋蓋 鍋蓋的通透感也不錯 然後旁邊一圈銀色金屬也有呈現出來 然後內鍋可以拆起來洗 是蠻方便的 然後再來是一個加熱器的概念 這種底座 大概就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第一次看到DM做這樣的造型 這個呈現的樣子就是保鮮膜 拆一半的感覺 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可以打開 那這個肉片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放在萬用鍋裡面去煮火鍋 好 那這個就是所有的火鍋料 有香菇、紅蘿蔔、豆腐 這個應該是小白菜嗎 那這個就是剛剛的肉 就是這樣子 看起來非常的豐富 滿滿的火鍋的感覺 那吃火鍋不能少的這個 應該是醋的調味料 那我覺得它這一次的通透感做得非常棒 就是有呈現那種 裡面有裝醬料的感覺 那可惜這個蓋子其實是 對它是不能打開的 所以就比較可惜 但它整體的造型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那這個就非常的普通 筷子是滿粗糙的 那碗的話 可以看得出來它想要呈現一些紋理 那它本身的質感是 我覺得還OK 就筷子比較差一點 第六盒 待會一定要寄出給顧問老師 看得出來就是自己做年荷裝給老師 打開我們可以看到印表機的組裝方式 這邊是年荷狀的反面 貓咪寫針的反面 翻過來就可以看到正面 那這邊是它要你把生鮮市場的傳單 做成一個小盒子 因為我們有吃瓜子殼 或者是像這個吃橘子 它的橘子皮或瓜子殼 就可以把它當作一個 零食的垃圾桶來使用哦 表面的質感其實算滿普通的 因為它白色纖維沒有畫得很清楚 因為這裡面應該也要有白色纖維 可是它確實真的是橘色的 它還有搭配一個橘子皮 長這樣子 那你可以放在這上面 這種感覺 這個橘子皮 比橘子優秀太多了 所以它的地也有做出來 我覺得就是可惜就橘子比較假 但橘子皮非常的黏正 這邊的橘子可以打開 然後這前面感覺應該是要做軟毛的那種樣子 應該是用來寫黏合狀的哦 這個傳單我覺得做得非常的逼真 然後背面也有印 你看 那因為說明書說要我們把這個折成 臨時垃圾桶的小盒子 我是捨不得啊 所以就這樣呈現給你們看 最後我們看到的這一台機器呢 也是這一次注目的一個物件 那首先我們看到這個按鈕 它是有做凸起來的 可是說真的它的外型是蠻平凡無期的 可能辦公室的機器都是長這樣子嘛 嗯有可能哦 那這邊我們打開展示一下它的功能 這個就是印表機 然後從這邊紙放下去 然後印出來 嘟嘟嘟紙就突出來了嘛 那但是我想要掃瞄怎麼辦 噹噹噹噹噹 它也有掃瞄器 看到了嗎 這個是排線 然後這個黑色就會發光嘛 然後它會這樣子轉 不是轉就走過去 然後再走回來 就完成這個掃瞄 所以它這一次是做了飾物機 第一次有掃瞄器這個功能 的機器的模型 我覺得非常的棒 所以這個也是蠻值得收的一個物件 第七盒 櫃子上一直有的東西 打開 這些都是反面 那我們翻過來看 這個是藥的紙盒 酸痛藥布的紙盒 那這邊這個是商店街的集點卡 可以看得出來集滿20點 就可以換一個獎品的感覺 這個質感我覺得還蠻好的 然後它的四邊是長這樣子 放一圈給大家看 底下是這樣 那它每一個都是可以打開的 抽屜是可以開的 在它的另外一邊 這個門也是可以打開的 那實際的比例 那胡迪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樣子的感覺 接著還不錯 然後剛剛我們的 路放影機 也可以放進去 因為有一些家庭 像我們家小時候就是 路放影機放在這個裡面 然後後面就鑽一個洞 讓這個路放影機的線跑出來 然後上面再放電視機 這樣子看起來就非常的棒 這是一個老家的電視櫃的概念 非常的寫實 那它這顆真的可以撕下來貼 那這個軟膏貼紙就是自己貼上去 其實我覺得它做得還蠻好的 然後這一次藥罐子的這個蓋子 都蠻緊的 你看我要稍微用一點力 那以前是很鬆 可能會很不見 那這一次它很緊就不怕了 然後裡面軟膏的樣子有呈現出來 我覺得這一次的藥物的表現 非常的棒 那這上面就是有它的封面圖 然後貼紙也是自己貼上去 我覺得做得蠻好看的 露營袋盒的感覺 然後這裡面就是我們剛剛示範的露營袋 這樣子 之前就有推出過露營袋了 所以瓶子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這邊沒有做一個透明的殼 應該這兩邊是會有一個透明殼 然後裡面有磁帶 第八盒年末大掃除 那打開我們可以看到300元折價券的反面 這邊是垃圾收集日的傳單反面 雜誌的內頁 這個垃圾回收的品項它做得蠻仔細的 也很可愛 然後雜誌內頁是在講冬季衣服的介紹 那翻過來就可以看到300元折價券的正面 御守正面 然後垃圾收集傳單的正面 那這邊就是雜誌的正面 那這個細節我覺得做得非常精緻 然後我覺得這應該是專門用來清掃這個小盛刊用的 那我們還有一隻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可能要去查一下 但是它上面的這個鈴鐺做得很逼真 而且它這個是活動的 你看 它是套在上面的 所以應該是可以這樣子 甩啊甩的 我覺得可能是祭典啦 或是祭司的時候的一個器具 那上面還有附上這個葉子 然後它的葉子本身上面的紋路做得非常的細緻 那它就是一個很普通的造型 沒有特別的功能 再來是兩個小碟子 分別上面裝的這個是鹽巴 這個是米 那最後還有一個小水瓶的感覺 最後就是小陳堪本人 我覺得這個做得非常的精緻 這邊還有小樓梯 然後感覺是一個小型供電的感覺 那日本的小陳堪都長得蠻可愛的 而且很精緻 那這裡是有玄機的 你可以把這個打開 那這邊有洞對不對 就可以把紙上的玉手把它剪下來 看你要哪一個 那我們就使用家內安全好了 然後我們把它放進去 然後再把這個蓋起來 這樣就完成囉 這個前面的門呢 其實它是可以開的 有沒有超精緻的 這樣子 那你要開的話要注意方向 因為你看它一邊是有凸出來的 有沒有 這邊是有凸出來的 所以你要先關這邊再關這邊 這樣看起來就會完整了 好 那這就是小陳堪的完身體 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的精緻 好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分享囉 這是我剛剛說的一個場景 那這個是飛機木加水彩上色的 然後如果你們要站起來的話 可以用這個蘇檔把它架起來 然後這樣就非常超級的穩 那關於這一組 我有兩個感想 它在設計物件上的這個巧思 是真的能感受得到 就是很多東西是我們原本意想不到的 然後它把它做出來 第二個是它的細緻度我覺得是有提升 像之前我們開箱別的 只要有遇到藥的罐子 它會有那個懸蓋嘛 通常都很容易鬆掉 那這一次沒有一個是鬆的 都很緊 甚至你要把它拔開 還要稍微用一點力 所以我覺得它的品質啊 是有在提升的 那這一次的貼紙 也是蠻牢固的喔 不會說貼上去就翹起來 比例上是完全 幾乎是1比12的啦 那像斜壓機 椅子其實也都可以用 如果你喜歡懷舊的話 這個一定要購入好不好 非常的讚 那沒有意外的話 這個應該是今年 最後一支remant的影片了 那也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明年我們再開更多的remant 然後或者是別的玩具 給大家分享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Tommy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You make me move You make me dance You make my heart beat me super fast You lift me up You make me laugh Baby you're the best I ever had You're the best I ever had You make me laug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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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